这个是因为太为了要太保护自己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你怎么样做检查 你总是会有一些东西 你在早期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容易 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容易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说你针对这个有问题 那你就是只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去做最终 假如你是认为这个是良性的 那当然就不需要 所以这个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跟病人解释 其实不是病人 我们就是说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病 他只是很焦虑 那我们照顾一个来到门诊的人 就是要很仔细 像刚刚李院长有讲到的 我们医院也发生过 有一个病人来看门诊 他是感冒来看一般内科 结果他出去的时候诊断是乳癌 这个就是说因为这看的医师 他没有很多的病人 他可以把他做很好的身体检查 就发现有硬块当场就做了摄影 又给他做了穿刺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假如他今天需要看的病人比较多的话 他当然没有办法 只能针对你现在讲的问题 我给你一些治疗的药 那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真的是看医生要靠运气 可是我们来看看 院长有没有一些初期的症状 我自己就知道说怪怪喔 自己要注意 然后跟医生说我有这个症状 到底有严重还是没有严重 我们来看看 大肠跟直肠癌初期的症状 我们要强调说 不是有这个症状一定是癌症 但是很可能所谓的 他初期症状是这样表现的 大肠直肠癌排便习惯会改变 本来每天的比较三天 还是本来两三天比较一天 这种习惯突然改变 腹泻便秘形状细载 血便 肚子一直在疼 再来是下腹痛 食欲不振 呕吐 不明原因突然间爆瘦 持续这样很累 可能要小心 肝癌的部分 肝当然是最无言的抗疫 可是如果发生这个部分就很严重 又上腹脏痛 然后轻度的黄胆 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可是等到症状明显的时候 恐怕问题都已经严重了 肺癌的部分呢 持续的咳嗽 一直哭哭 还是说持续的疲惊 还是说持续的胸痛 然后呢 痰有会痔 再来说 痴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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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没症状 你就直接已经跟你说 不好意思 你就肺癌第几期啊 再来 乳癌的部分呢 刚刚瑞琳也有讲到说 可能也许有一些肿的部分 或者是乳房乳头疼痛 或者是有分泌物 或者是凹陷 硬块或者是皮肤水肿 胃癌的部分呢 食欲上升 消化不良 或者是胃不适着热感 这些 当然不是癌症最好 可是如果有这种症状很严重 恐怕其他的病也会发生 理事 早期的症状 一般民众如何能够自己掌握 老实讲 早期是没有症状的 早期没有症状 这些症状通常是在 中晚期才有症状 所以我不晓得 有的人也许很相信这一张 但是我不太相信这张 我刚一直强调说 依他的性别 依他的年龄 依他的职业 依他的生活习惯 我会选择什么时候 做什么样的检查 也许我们这样 有人说净少出来 这感觉 那都不符了 比如说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门诊给我看了病人 然后他说人显仙 我本来是想说 他可能是结合病 结合病现在的人不一定会咳嗽 不会跟科学体重检进后发烧的 结果照出来 会不会怎么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阴影 觉得奇怪说 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下电脑断层 他说好啊 来做一下看看 电脑断层说是有0.9公分大的 相当differentiated的东西在里面 哇 吓坏了 我赶快就转接给那个 雄雄外科我们主任开了 是 他顺便看到三个淋巴线 把它切下来 结果切下来 这个是向矮 但是0.8现在是会结合 一个人同时找到两种病 当然同时把这两种病治好 所以下次来给我看的时候 我说恭喜你 他瞪着我一直看 我说我得了癌症 你还恭喜我 我说不是啊 你同时因为这样子发现两种疾病 如果今天只发现癌症 没有发现你会结合 那不是完了吗 如果只治疗会结合 没有看到你的癌症 不是更完了吗 所以其实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也是比较急迫一点 他给我在医院里面看的门诊的病例 我通常会提早两个礼拜 把他所有的病例从电脑里面叫出来 一个一个看 他这个年龄代替需要做什么检查 他做了没 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V肝的 他六个月要做一次 超人波他做了没 那胎肠蛋白做了没 没有我会在病例先行好 所以一个人的病例 我几乎会花八分钟以上的时间 早就帮他写好要做什么 然后等他们坐下来 我哪有一个早上可以看一百个病人以上的 就是这样才能看得出来 要不然我怎么可以看那么多病人 很感谢李医师 首先重点这个初期要化掉 对不对 这个应该不是初期症状 这已经是中晚期的症状 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严重了 已经算不理会严重了 所以真的要早期的话呢 就是靠一般的见解 你就是照须去做健康检查 除医师如果说 我发现这些症状 我真的要非常非常严肃以待吗 还是可能其他的症状拖的就好了 就你在临床上 你如何看待 当发生这些症状的情形的时候 民众该有什么样的心态 来去面对 我想最重要的可能要 做针对这个症状 当然整体的评估是最重要 一个人你一定要先有一个 整体的评估 然后再针对他的症状去做检查 那这症状的检查里面 假如说他今天来是咳嗽 那你要帮忙看看 他咳嗽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抽烟引起的 还是因为有一个呼吸道感染引起的 还是说因为真的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健肥诊断 我们人体的器官都有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储备 比如说我们的食道 食道癌的病人在早期吞咽是不会有问题 一定要这个食道的肿瘤长出来 把这个食道这个管腔 至少要压迫或是占掉管腔一半以上 他才开始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病人有时候会告诉你说 我最先吃东西都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吃稀饭的时候 只有能吃稀饭 那现在只能喝硫脂 像这样你就知道说 他一定是有问题 所以呢 你一定要花时间从他的描述里面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以帮我们在整体的评估以后 帮我们把这个目标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现在哪边可能最有问题 这个时候正值扫描 这些东西在确定了癌症以后 才能够说做一个评估 我们医院在食道癌的病人 准备要做所示 或者是要做放射线治疗 叫化学治疗的时候 在这之前一定会做正值扫描 因为你一定要判断说 他这个除了我们现在 内视间看到的这个肿瘤以外 这个旁边的淋巴结有没有 到底跑多远 这样开刀值不值得 会癌的病人也是一样 会癌的病人你要找要开刀 你一定要做正值扫描 确定他其他地方没有 不然你开一个大的刀 开完以后才发现说 他脑部其实有一大颗 或者是肝脏也有 那你去给他开这个刀就没有意义 所以高科技这个时候是可以帮很大的忙 我们一开始的其实是一个医师的养成信念里面最重要的 听听病人怎么讲 看看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那些问题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还是我们怎么去帮他解检 那在这个时候再应用说有需要什么样的检查 而不是说一来就全部给你做了所有的肿瘤指示 我们知道有些肿瘤指示有些人在一辈子里面 你也无缘无故升高后来又下来 那你就做了这些指示让病人很担心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癌症病人 他其实指示没有升高 所以他抽了血说我所有的癌症指示都正常 所以我没有问题 那这种是自欺欺人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舒服 但是他又不讲 这样也是不对 我请告诉你 我今天主持的那个下午的时候 刚好看那个电视台 在做那个两个广告都做很久 一个人是说 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个媒体人 讲说 你肝就这样就要吃这才会这样的GOTGPT 然后那个说吃的这个呢 所以会这个饱肝 护肝 让你的肝功能指数恢复正常 另外也是房间一大堆这一种 要吃所谓的饱肝的营养品 我请教了 肝癌是大家最害怕的 因为很多朋友 其实我自己有好多朋友 都是说 说发现肝癌 不到几个月就走掉了 所以大家很害怕 所以大家现在要去买 到底有没有可能 吃什么样的营养品 或者是药品 让你的肝功能恢复正常 到底有可能吗 肝功能 其实肝功能的异常 是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 有些甚至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比如说 B型肝炎 C型肝炎 或是所有其他的 比较罕见的肝炎 这些肝炎都会升高 另外就是 因为现在营养非常好 所以我们时常看到 很多人有脂肪肝 那 那